这一圈勾的最后还剩了两个长针 我们先勾一个长针 最后一针呢 我们勾一个外勾 这一圈就勾完了 然后这是第一针 我们在这个第三个辫子上 勾一个引拔针 这就是这个花形的编织 然后我们勾一圈的 不加不减的短针 这个花形呢是两行为一组 就是勾一圈这样的花形 然后先勾一排的短针 然后继续勾这个长针和外勾长针 然后再勾一圈的这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大家把它勾完 勾一圈短针 这一圈的短针勾完 下面呢又开始重复这个勾这个花样 但是继续勾一个三面的起立针 然后这一圈呢就好勾了 我们直接去挑起这个长针 勾这个外勾长针 然后下针呢 勾一个长针 我们直接挑这个长针 这个花形呢非常简单 也不用这样错开 就是直接勾一圈的这个短针 勾一圈花形 一圈短针一圈花形 一直就是重复到刚才第二圈和第三圈的勾法 一圈的短针一圈的花形 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做演示了 大家就这样勾完这一圈那个花形呢 又开始勾不加不紧的短针 勾完短针之后 又开始勾这个外勾长针和长针 大家就是勾到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 这里呢我勾的是四圈的高度 看一下 然后这里呢我就勾完了 我就不忘上勾了 开始勾这个包眼的部分 包眼呢非常简单 我们是勾的这个倒勾短针 勾一个起立针 然后我们把勾针 返回到最后一针里面 往回勾 这样 把线勾过来 和勾短针一样 它就是这个反着入针 我们往回勾 就这样勾的 在每一个针路里就这样 勾这个倒勾短针 好的 大家要勾完 大家勾完呢 在第一针里做个引发针 把这个线头藏一下就可以了 把这个包身的主体呢 就全部完成了 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包带的编织方法 这里的包带呢 我是勾了这个用的珊瑚线 我觉得这款包带呢 是比较 大家勾完呢 在第一针里做个引发针 把这个线剪掉 然后藏一下就可以了 到这里呢 这个包身呢 就全部勾完了 主体部分 下面呢 看一下这个包带的编织方法 这一款包带呢 也是非常简单 但是我觉得呢 如果大家勾大 比较大的那种包呢 是不建议用这种的 因为太软了 这个 大家如果喜欢这样的 可以多加一股线 其实也行啊 多加一股线 粗一点的话 它就电形效果比较好 这里呢 我还是用这个两股线为例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这样 对折一下 对折差不多 你这个包带多长度 然后对折一下 我们这样 还是勾变的针一样 留一节线 然后等会缝合用 先勾一个锁针 然后我们把它 对折的这个 我们找这个线头 放在这里 我们就是勾这里 然后呢 把这个线 放在钩尖上 这样放在钩尖上 把这个线勾过来 然后 挂一针 勾一针 挂一针 勾一针 就一直这样 重复的勾 挂在这个钩尖上 然后把这个线勾过来 就是一直这样往上勾 勾到需要的长度 就把这个线剪掉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样的包带 可以看一下 之前的视频 有虾变的勾法 还有一款 那个方形包带的勾法 那种的话就比较 比这个要粗实 这个呢 比较软 其实就是这样的小便针 这个 只不过是加了一个 这个 一根线 然后大家呢 就勾出这么两条来 大家勾完这么一模一样的两条呢 我们开始缝合这个包带 我这里呢 是有小号码 所以我轻轻的固定了一下 大家就这样 找到合适的位置 一 二 对称的位置啊 一二 然后我们同时缝合在这里 然后同时在这一圈上 这一上面 然后这一个呢 我们这样对着一下 还是 一二 就这样缝合起来 大家如果不喜欢 两个呢 可以勾一个粗一点的 然后直接缝合在两边 中间呢 如果有那种暗扣的话 缝一个暗扣也可以 如果勾大的话 用那种拉链也可以缝合在上面 看一下 我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 把它线勾出来 把另一个线勾出来 然后它俩这样 静一下 最后呢 用过针把它 穿到反面 穿到反面 然后再固定几针 那这个包蛋呢 就这样完成了 好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如果不喜欢这个蝴蝶结的话 可以勾一个小花花 如果什么都不喜欢的话 也这样也可以 下面看一下 这个小蝴蝶结的工法 我们还行起针 我们还行起针 勾一 二 三 四 四个遍的针 然后一 二 勾 长长针 勾一个长长针 让两圈 两个 三个 我们勾三个长长针 继续 一 二 三 四 然后返回这个 圈里面 勾一个引拔针 继续四个辫子 继续勾三个长长针 然后勾四个辫子 在这个圈里面勾一个尾巴针 把这个线拉长 拉过来 然后我们这个线头拉一下 这个蝴蝶结呢就是这样勾法的 非常简单 然后大家这样缠几圈 这个呢往这缠 在后面呢打一个结 然后拿出这个缝一针来找一截线 把它缝合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